只因被妹妹浇了一头番茄酱 女人当场掀翻桌子表示不满 接着两人便扭打在了一起 无奈她空有一身的肺肉 被妹妹直接骑在身下大马飞舞 两人从客厅一路打到厨房 直到母亲举起了手里的平底锅 他们这才算停了下来 其实两人也并没有深仇大汉 只是妹妹实在看不惯姐姐的行为 32岁的她没有工作也没有男友 每天就知道躲在家里打游戏 茶几上的垃圾堆积成衫 腰上的五花肉一不蔽体 身上的水衣从来都不换 凌乱的头发也从不搭理 手里香烟好像永不熄灭 嘴里的快乐水永不停歇 打游戏血虐小只子是她唯一的乐趣 乐乐就到楼下自家店里摸索点吃的 购物哪怕是100米 她也会找个自行车骑 那购物的样子活像一只没有骨头的蛆 超市购买的也都是廉价垃圾食品 她每天都是中午才爬起来吃早饭 在家里就算是闲得无聊 也从不帮忙做点东西 脾气暴躁的妹妹因为离婚 带孩子回了娘家 没想到废柴姐姐天天就知道带孩子打游戏 妹妹实在受不了她死肥宅的样子 于是两人就发生了一场大战 战斗因母亲差点被骑出心脏病结束 义子也赌气式地说要从这个家搬出去 结果刚走出家门就摔了个破坑泥 长久的惰性几乎让她丧失了基本的行走能力 义子到房产中间看房子 昂贵的租金让她一时间没了勇气 接着便回溜溜地回到了家里 本想继续过之前颓废的生活 母亲却拿出一笔钱递给她说 你们总怎么闹也不是个喜 32岁的你也总开学着独立 拿着母亲给的钱她租了一间公寓 然而那些钱也只够交房租 想要生活还需要自己上班争取 多年不出家门的她也不知道找什么工作 这天再一次来到经常光顾的百人超市 没想到这里正好在招收银员 由于收银没什么技术含量 她也就直接应聘上了 虽然收银的操作十分简单 但已经多年不用脑子的她还是有点混乱 加上同事猥琐男上下七手的教导 她更不知道要怎么操作了 猥琐男又是一个典型的花唠 只要一开口就24小时不知疲倦的那种 把椅子搞得是相当的头大 好不容易抽空到仓库休息一回 一个老太太又不打招呼地冲了进来 拿起地上过气的食物就往背包里塞 只是老太太看起来有点神经兮兮的 原来她之前是超市的收银员 因为偷了收银台的钱被开除了 没了收入的她只好过来拿过气食品吃 超市的附近有家小圈馆 之前每次买东西经过 一直都会珠珠观看 她喜欢看里面男人奋力打拳的样子 不过每次她也就只是看看 这天一个叫兽爷的拳手注意到了她 还没等兽爷搞清楚怎么回事 椅子却赶忙回溜溜地跑开了 这天正在收拾收银台的时候 兽爷抱着一大把香蕉走了过来 椅子顿时有点小紧张 连忙手忙脚弯地算好账之后 却一不小心把找铃弄到了地上 椅子赶忙跑出来帮忙捡了起来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 兽爷也会习惯性地往捐款箱塞一百 这可是她多年来一直保持的习惯 椅子瞬间有了想进一步了解她的心 老男人说她每次过来都只买香蕉 所以我们都叫她香蕉男 等椅子回过头发现 兽爷买的香蕉竟忘在了收银台 次日椅子拎着香蕉给兽爷送了过去 就在她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 兽爷叫住了她 并且提出要跟她一起约会 32年来第一次被男人要约 椅子一时间显得有点手足无措 不过最终她还是答应了下来 到了约会这天 她特意打扮了一番并穿了一件漂亮的裙子 只是让椅子没有想到的是 第一次约会既没有花钱月下 也没有烛光晚餐 自己本来就已经够迟钝的了 没想到这兽爷比他还不开窍 他们约会的地点在动物院 整个过程中兽爷都沉默寡言 椅子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能远远地站着 两人从大猩猩看到大象 又从大象看到狮子 就这样他们一句话不说地逛完了动物院 不过更令人可笑的是 兽爷找椅子约会的理由相当的奇葩 只因为他觉得约像姨子这样的女人 肯定不会被拒绝 很显然这并不是姨子想要的答案 这晚老太太又来拿过期饰品的时候 被正在值班的店长抓了个正着 店长直接把老太太赶了出去 并且还叮嘱姨子说 就算是扔进垃圾桶也不要给她 听完姨子就送了她一个崇拜的眼神 这边店长刚离开仓库 老太太又立刻跑了回来 她并没有按照店长说的做 反而给老太太拿了很多 上班期间 无聊的老男人又开始骚扰姨子 年龄超过姨子一旬的她 不但不知廉耻地提出要跟姨子约会 还要跟她成为男女朋友 就在姨子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的时候 兽爷又抱着一大堆香蕉走了过来 这次她没有带钱 而是提出用两张拳击赛的门票做抵押 接着变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只是这次依然没有拿香蕉 姨子看到门票才知道 这是兽爷和别人的比赛 比赛这天 姨子早早地来到了赛场 没想到老男人也厚着脸皮跟了过来 赛场上刚开始兽爷很猛 可很快便落入了下风 一直到比赛结束 他都只能被动防守 老男人一边嘲讽兽爷不中用 一边趁机对姨子动手动脚 而姨子则全程都被擂台上的比赛吸引 兽爷毫不意外地输掉了比赛 比赛结束后 兽爷和姨子一起吃饭 老男人又厚着脸皮跟了过来 原来今天是兽爷的最后一场比赛 37岁的他已经年龄太大了 姨子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他唯一比较好奇的是 比赛结束后为何要拥抱 难道你们是朋友吗 兽爷并没有说话 而略懂一二的老男人给他解释道 比赛结束后 他们就不再是对手 拥抱只是最基本的拳击里 以表示对对手的尊重 趁着姨子去上厕所的功夫 兽爷问老男人 你们在交往吗 没想到老男人敬田不支持地回答 是姨子一直要追我 我被逼无奈才答应的 兽爷并没有说话 而是默默起身 狠狠地送给老男人一拳后 兽爷直接离开了这里 从厕所回来的姨子一脸地猛逼 老男人解释说 他有及时先走了 匆忙回家的路上 老男人跟在他后面喋喋不休 非要带他去酒店看一看 姨子不同意 结果却被一拳打晕了过去 接着就被强行拖进了房间 醒来的姨子本能地反抗 想起身离开 结果换来的又是一击重拳 这晚姨子失去了 他守护了32年的贞结 事后他没有哭也没有闹 只是默默地拿起电话报了警 除了感觉到身体的疼痛 他整个人都表现得十分麻木 毕竟自己本就是一滩烂泥 无所谓在多谢无垢 颤颤微微回到家后 姨子立刻摊倒在地上睡了一整天 当晚姨子拖着沉重的身子来上班 本以为老男人会受到正义的审判 然而店长却说 他拿着收银台全部的钱跑路了 当店长走到姨子身后的时候 他下意识地快速躲闪 很显然 昨晚的事情让他变得对男人异常敏感 经历了家人的嫌弃与同事的侵犯 姨子的人生一时间陷入了迷茫 现在兽爷就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 下班后 姨子来到拳馆寻找兽爷 拳馆老板以为他想要通过练拳减肥 热情地递给他一张报名表 再得知兽爷再也不会过来了 姨子只好信心地离开了拳馆 晚上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报名表 或许是受够了自己软弱无能 或许是想得到比赛结束后相互碰肩的人同 姨子最终报名参加了拳击训练 他告诉老板我并不是要减肥 而是要打一场正式的拳击比赛 老板听到后一脸的差异 因为32岁正是女子退役的年龄 虽然一脸的猛 老板还是给他安排了教练 姨子笨拙地做着出拳动作 每一下都显得软绵无力 眼神中透露着一股慵懒散漫 与教练的接触中也显得战战兢兢 虽然第一次的训练没有取得成效 好在他有在尝试着改变自己 这晚店长为了防止老太太再来拿食物 把所有的东西都锁进了柜子里 并把钥匙交给姨子保管 没想到她前脚刚离开 老太太就从门口走了进来 姨子依然没按店长的要求做 她主动上前帮忙打开柜子 老太太把里面所有东西一扫而空 这边刚把老太太送走 店长慌里慌张地让姨子赶紧拿拖把 原来是河多的兽也吐在了收银台 接着便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店长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 不顾外面的大鱼把兽也抬了出去 直到次日下班后 姨子才发现被扔在垃圾堆上的兽也 她依然还没从醉酒中醒来 也许是出于可怜 也许是出于暧昧 又或许是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姨子不仅把兽也带回了自己的公寓 还贴心地为她熬制了一碗姜汤去寒 没想到醒来的兽也并不领情 反而质问她到底和老男人有没有关系 姨子赶忙跟她解释 我跟她并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临走前姨子告诉兽也 如果不介意可以留在这里 如果不愿意要是就在邮箱里 关门的时候她再次强调 我跟那老男人没有任何关系 现在的姨子有了新的目标 那就是进行一场真正的拳击比赛 再次来到拳馆 她的动作看起来依旧笨拙无力 不过在教练的耐心指导下 已经比第一次好了很多 也许是受了兽也的感染 姨子也染上了重感冒 一回到家便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接下来兽也又担起了照顾姨子的责任 她为她煎了一块超大的牛排 也许是因为肉没有煎熟 也许是还没恢复的姨子身体太弱 直到她把筷子都搞断了 硬是没有吃到嘴里一口 吃着吃着姨子哭了起来 哭着哭着她又突然笑了 笑着笑着她再次哭了 32年来她第一次感受到外人的关心 这一刻她的内心防线被彻底击溃 她投进兽也的怀抱委屈地大哭 经过一晚上的深入交流 两人正式开始了同居的生活 看着姨子早早地起床开始锻炼 瘦也开始不停地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她也想找个工作去奋斗 奈何现在找个工作实在太难 就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个卖豆腐的女人从楼下经过 当晚她们没在吃那咬不烂的牛排 而是炖了满满一大锅豆腐 这次吃起来不再费劲 姨子一边吃一边搭赞味道不错 因为这让她感受到了家的味道 也让她死水般的人生重新激起了浪花 瘦也说我找到了卖豆腐的工作 姨子并没有发掉任何评价 总之只要有份工作就是好的 她并不在意瘦也做什么 就当姨子认为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时 生活又给了她重重一击 次日瘦也出门工作的时候 姨子开心地说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然而瘦也却用极不耐烦的语气说道 你真把自己当我老婆了 姨子瞬间一连地猛逼 不过她并没有在意瘦也的话 依然到商店去挑选晚饭的食材 另一边原来瘦也不仅找到了新工作 还找到了可以替代姨子的新对象 和姨子相比 老板娘无非是长得漂亮了点 小蛮腰细了点 大白腿长了点 性格温柔了点 其他毫无客取之处 但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 成功把瘦也从姨子身边抢走了 当老板娘夸瘦也长得帅的时候 把瘦也激动得连烟都点反了 当晚姨子如约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 本打算两人好好享受一顿大餐 然而当姨子刚坐下 瘦也却起身离开了 并且当晚她一夜都没有回来 此时姨子的心理已经猜出了大概 毕竟她自己一直都不受人待见 不过她还是想要问个清楚 既然姨子都不喜欢自己 为什么还要假装在一起 姨子蹲守在他们长过的小路 瘦也拉着豆腐车经过时 却对她视而不见 姨子忍不住上前质问瘦也 你为什么不回家 瘦也并没有理她 而是给老板娘解释说 这是我一父一母的亲妹妹 姨子再次感受到了被抛弃的滋味 她没有继续追上前询问 而是把所有的情绪 都转化为了练拳机的动力 姨子每时每刻都在挥动着拳头 现在她最期待的就是能参加测试 这晚老太太再次到仓库拿食物 正在装东西的时候 被店长撞了个正招 上前赶走老太太后 店长又把姨子一顿训斥 姨子再次给了店长一个崇拜的野神 接着把手里的东西拧了稀碎 随后又开始挥起了拳头 她出拳的速度越来越快 跳声越来越稳 频率越来越高 眼神越来越坚定 不论是在拳馆还是在仓库 不论是在超市还是大街上 姨子永远都在不断地练习着 当生活有了方向就会充满意义 拳击比赛成为了姨子努力的方向 也为她的人生赋予了新的意义 在一拳又一拳的训练中 她打碎了曾经那个半死不活的自己 取而代之的是现在全新的姨子 拳馆老板看到姨子进步飞快 一时间被她的坚持和信念打动 于是就给她安排了一场测试 没想到不论比试还是动作试炼 姨子都完成得十分出色 并最终轻松地通过了全部考核 老板都不敢相信她一次就能过 然而让她更加不敢相信的又来了 姨子提出要参加一场正式的比赛 然而老板却对她说 参加比赛不仅要钱还要选对手 上擂台那是真枪实战并不是闹着玩 拳击更不是你自我满足的工具 然而姨子并没打算放弃 这晚店长把所有过期食品装进了垃圾袋 并让姨子用这样的形式送给老太太 姨子本不打算搭理她 可店长却不依不饶地调侃姨 店长刚想要上前还击 店长痛哭地瘫倒在地颤颤巍巍地大喊道 姨子并没有理她 而是直接拿上东西转身就走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于命运抗争 拳击交给她的不仅是各种摆拳姿势 还有面对不公式敢于反抗的精神 刚到门口又遇到了老太太 姨子十分抱歉地表示 以后再也不能给你提供食物了 然而老太太却微笑着说 以后再也不需要了 说完她拿出匕首 眼上口鼻转身走进了超市 就这样老太太进行了一场看似滑稽的抢劫 她不仅拿走了收银胎里所有的钱 还把店长拖到藏库里抱揍了一番 临走又送给姨子一块巧克力表示感谢 并热情地和她说了再见 姨子若有所思地站在门口 对着老太太远处的背影不断挥手 这一刻她不仅仅是对老太太的告别 仿佛也是告别了那个颓废不堪的自己 辞掉工作之后 姨子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拳击之中 寿爷推着豆腐车从窗外经过 她被姨子奋力挥拳的样子深深吸引 就连豆腐车被人拉走了都不知道 这一幕像急了当初姨子在窗外看她挥拳 只不过他们现在的顺序做了个呼唤 曾经被仰望的人已经潦倒 而曾经潦倒的人却已经焕然一新 这天恋完全回到家 姨子的父亲找了过来 原来是家中的母亲因公受伤 家里的小吃店需要人手 姨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拳击的训练不仅塑造了姨子的外形 也让她拥有了一颗具有责任感的内心 当父女俩谈到拳击时 姨子的脸上挂满了骄傲的神情 父亲发现从前的姨子消失不见了 父亲很欣慰姨子做出了改变 不像自己一样一辈子都一事无成 此时姨子也学会了安慰父亲 破碎的亲情也在慢慢地愈合 回家后姨子开始在店里帮忙 虽然有时候很笨做得不好 面对妹妹的职责 她却已不再对抗 闲暇时姨子依然会带侄子打游戏 但当听说她在学校被欺负 她起身就开始教侄子练习权 并告诉她要勇敢地进行还击 这天老板给姨子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有位拳手在赛前突然受伤 你可以作为替补上场比赛 姨子听后一场地激动 即使知道自己会输 也要为之奋力拼搏一次 这天小店迎来了一位熟悉的客人 抬头的姨子正好和寿野四目相对 只是兑时不到两秒的时间 寿野饭都不要了撒腿就跑 姨子领起便当就追了出去 此时的寿野早已不是姨子的对手 一会儿的功夫就被堵住了去路 看寿野的穿衣打扮肯定不卖豆腐了 看他的精神状态早已被老板娘榨干 榨干后他自然没有了利用价值 姨子想邀请寿野去看自己的比赛 寿野却表示不喜欢看别人努力拼搏的样子 原来他之前离开姨子是因为他太努力了 寿野问姨子为什么要去打拳 姨子一时半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 或许是为了进行姨子彻底的改变 或许只是喜欢相互搏斗的感觉 又或许是在后彼此拥抱相互拍肩的尊重感 还没等他说出具体原因 不远处传来了公有崔寿野干活的声音 就这样寿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面对再次离去的寿野 姨子起身本想要追上去 但短暂地思考后他却站在原地练起了拳 这一次他想明白了 男人只会影响自己出拳的速度 只有拳击能够让他找回自我 他在大街小巷中不断地挥拳 奔跑 将所有负面情绪寄托在拳头上 让他们随着拳风挥散 为了更好的应对比赛 他狠心减去了满头的秀发 与之前的自己彻底做了告别 这一次他将浴火重生 很快正是比赛的日子到了 此时的姨子眼神充满了杀气 出场的BGM是百元店的音乐 老板问他为什么选用这个音乐 义子说我认为自己就值一百元 这个以前自暴自弃的姑娘 已经在打拳中学会自尊自爱 虽然自己只值一百元 但是一百元在他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百元店是他开始蜕变的起点 同样圈百元的寿也教会自己成长 现在如愿地站上了拳击擂胎 即使对手是蝉联四场比赛的冠军 他的眼神中依旧没有一丝恐惧 更多的是满足和坚定 伴随着闪转腾挪的脚步 第一回合正式开始 义子的出拳速度很快 但面对酒精沙场的老将并未占到一点便宜 很快义子由主动进攻变成了防守 没多久 他就被挤到脚窝成了对手的火把子 中场休息的时候 他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嘴里也早已满是鲜血 这一刻 他虽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和对手的差距 为了赢 他也必须硬着头皮坚持下去 接下来的比赛中 看着义子只能被动地挨揍 父母的眼中满是心疼 一旁妹妹的眼中也伸出了泪水 即便已经被打得满脸是血 义子的嘴中却一直不断地重复着三个字 再次上场 义子已经亮亮呛呛不乏不稳 然而他并没有打算放弃 他只希望自己能够打出向阳的一拳 哪怕只是一拳也好 教练提示他用比较擅长的左手 他开始不断挑衅对手 在连续躲过对手的两个勾拳后 义子终于抓住了一次机会 他瞅准机会朝着对手腰子就是一拳 接着第二拳再加头上第三拳 就当所有人瞪大眼睛以为比赛要发生逆转时 没想到抗击打能力超强的对手快速调整了状态 接着便给他的下巴狠狠地来了一拳 义子被打得直接探到在地 正好倒在了兽爷的面前 曾经的一幕幕开始在脑中闪现 家里跟妹妹在房间扭打在一起 点头哈腰地答应兽爷的约会邀请 酒店被老男人夺去了第一次 好不容易跟兽爷走到一起 结果又被卖豆腐的老板娘抢了去 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窝囊地活在屈辱之中 想做的所有事情都失败了 他不想再这么一只输下去了 台下的兽爷大喊着站起来 在家人和教练一声声地鼓励中 义子朝地上猛砸一拳后 猛然站了起来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朝对手冲去 并拼命地挥出了重重的一拳 然而还没等他走到对手 跟前就被财盼拦了下来 一旁的铃声响起 比赛结束了 这话被奋为力量的一拳并没有挥出 奇迹也并没有发生 比赛虽然输了 但姨子还有一件事没做 他两枪地走到对手身边 与对手相互拥抱 再相互拍拍肩膀 这是姨子练拳的初衷 无论输赢 他都希望能获得对手的尊重 收拾好一切后 比青脸肿的姨子离开了全场 赛场外是正在等着她的兽爷 看到眼前被打成猪脸的姨子 兽爷笑着笑着流出了眼泪 面对曾经朝夕相处的伴侣 姨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她一遍又一遍地不断诉说着心里话 此时的姨子多么希望兽爷能给他一个安慰的拥抱 然而兽爷却犹如一个钢铁之男一般 牵起了他的手 尽管姨子再怎么挣脱也没有放开 两个人一同向远处走去 最终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百元之恋》是由吴正晴之道 安藤英和新锦浩文主演 上映于2014年的日本剧情电影 童话故事的结尾往往美好令人向往 但是生活并不是童话故事 很庆幸这部影片没有走力之类的老路 一气惯之的是那种无奈的心酸 滑稽的伤感和泄气的愤怒 生活就是如此的悲喜剧 当你颓废地躺在一团烂棉花上 想要改变时却一拳打在了烂棉花上 这让你的拳头变得软面无力 但不可否认的是你打出了这一拳 这就是永长生活的真相 同时又很庆幸影片没有让人陷入极度的无力感 一子的改变是肉眼可见的 这告诉大家努力的过程比结果更加重要 一场拳塞改变不了人生 完成不了废柴的神奇逆袭 但不是说它没用 它的有用之处就在于比赛一定有结果 而输赢只是结果没有意义 所以一子改变的过程才让人感觉美好 当事物已被谈论太多意义时 反意义才会更加容易被接受 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想赢也赢不了时 请不要对他说赶快振作 更不要表演上镜给他看 这些励志的话语随处可见 然而一句是啊 我明白 那滋味最棒了 之后再拉上他的手一起去吃饭 让他有精力继续投入到这该死的生活中 这才是励志 整部影片讲的都是小人物的故事 面对生活当中互不理解的家人 工作中到毛岸然的同事 以及爱情中背叛自己的恋人 大家可以被打倒 但是一定不要缺乏重新站起身的勇气 我们要想命运中的不公平挥动自己的拳头 在不断的奋斗中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哪怕结果会输 当我们回头看到自己努力的过程 脸上也会带着无比灿烂的微笑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我是鲨鱼 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